担任了半年多的韩国驻华大使,并且跟我国有的深厚友谊的基金大使,今天上午离开台北之前,曾经在台北国际机场受到了盛大的欢送。 今天上午前往机场欢送他的,有陈立夫,古正刚,以及经济部长孙敬璇,另外还有我国前任驻韩国大使唐仲王东元,以及外交部的官员,和各界人士汪独一,刘建宗等。 另外还有友邦的使节,以及一百多位旅华的韩国侨民。 经济大使回到汉城去之后,马上就要开始部署他的选务工作。 经济大使告诉记者说,今年韩国总统选举是在五月间,而国会的普选紧接着在六月举行,所以他回去之后要先为普正西总统拉票,然后还要再部署他自己的竞选制宜。 经济大使的夫人和男女公子,将要在台北再继续停留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,再一起回到汉城去。